大家好 童文辰 突破童文辰 我是童文勋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高伟邦博士 那我们接下来讲这个川普的问题 我觉得川普其实很有趣 他刚上台的时候 其实您就很清楚的看出来 他让美商能够回到 制造业能够回流 是改变美国的经济 以及降低他的失业率的一个关键中的关键 没有错 所以我们要讲外劳的问题 就是川普这么做 制造业要回流 其实美国基本上也是缺工的 那么所以他还是在这个关闭边界这个过程中 他还是要设法去找到劳工 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他做了很多的策略 找人找钱 美国的情况跟台湾情况还有点差别 美国出走的企业还是少数 如果美国出走的是一的话 我们是全部都出走了 问题在这边 所有曾经赚外汇的通通出走 几乎没有出走 一直到后来 他的失踪善有也跟着出走 最后红色供应链出来 台湾就几乎就完蛋了 就是一直都是这样子 所以他当然很清楚 这个最主要还是 皮特·拉巴罗的那本书 致命中国 那本书其实就是我们写的这些东西 中国多可怕 这个东西 经济有可能就是我们讲的这些东西 可是我们是15年前就写 对 我们才是预言家 可是因为他们是金法蓝眼睛 所以影响比较大 皮特·拉巴罗是2011年写的这本书 但这本书对影响太大 因为这本书就讲明了 就是说中国为什么 因为你outsourcing 你把他本来自己做的 你为了赚更多 你给别人 对啊 你这是短视啊 你虽然一时你赚了更多 但残怨 你的出走了 然后你的中善友也跟着出走 这样 那我们台湾其实是全世界受害最大的 而且是 我真是想不通 我认为真是台湾这些 这些政府的这些决策者 实在应该 应该自杀了 老实说了 真是 怎么会做出这么错误的决定 对吧 尤其从1992年 萧万长 这个国外宁跟赵守博 这三个人 等于定了一个外劳政策 而这个外劳政策是违反市场机制的 人家要五毛 我们要给两块 这是神经病嘛 对不对 这个 所以因为定错了这个政策 所以我们的产业就出走 所以你说川普聪明 对啊 川普就是靠这一个政策就回来 一直到去年 我参加美国的那个什么 CPAC会议的时候 那个川普演讲说 说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50年来失业率最低的 50年之内 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 但是回来制造业其实没有那么多了 但是制造业会带动服务业 是1.5倍 所以因此就创造了500万个就业机会 所以他引以自豪 现在最大的一个 我想受到支持的 就是经济变好 不但是创造 而且薪资也增长了 他的股票市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 的时候 他的失业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时候 所以就是关这个 他最主要一个政策 就是把中国的就业机会弄回来 是 而且这样的话其实代表说 他其实要有底层的劳动力 所以他才有办法支持整个经济 所以不要再去争辩 就是说外劳进来 台湾的经济会不会好 我跟你讲会好到抓不住 为什么 新加坡 新加坡的外劳的比例 在他全部人口公民数的比例是 大概四十个百分比 三十八 四十个百分比 这样讲好了 公民大概三百三十万 但是他全割的人口是五百三十万 多了两百万 就算是差不多三十八到四十个百分比 相对的比较 那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 是七万多台币 不止了 现在不止了 现在已经不止了 所以那台湾呢 你不要管家 他的教授大概说我们大概三倍 是 你看看 我们台大这个十十 然后这个砍年金再一砍 哇 那个大学教授都在叫了 是 这都是 我们的出生率 对不对 蔡英文不是说最近还在那边讲说 有结婚没结婚的 都赶快生 那请问这小孩要怎么养 然后国家陪你养 帮你养 他也敢讲这个话 这个话实在是离奇到 但是如果说你知道说 他们家的小孩子怎么生出来的 就会觉得这样的话也不离奇了 那 所以 您刚才讲到1992年 1992年的 的问题就是 有这个 肖幻常 事实上蔡英文那时候也在 经济部长肖幻常 是啊 也在这个 内阁里面啊 这我不知道 他是 经济部的这个法律总顾问嘛 哇 经贸的 对 对外国际贸易的那个总顾问嘛 好 所以您刚才讲那个 就是1992年的时候 我就不免想到蔡英文当时的角色 好 就是我们刚不是讲吗 就是 之前 其实我一直在研究 蔡英文的论文们的问题 一追追追追到最后就发现说 原来台湾用 什么台澎金码 这样关税的一个地位 去主权 不是一个国家的地位 加入JT 加入WTO 是他当时对于 对 他是他的杰作 他还 接受政府委托 写过委托案 总共三篇东西 对对对 这三篇论文到最后变成是他深等教授的 送审的资料 之一 然后他还在报纸发表他的高见 说这样子可以领先中共加入JT 后来也没有成功啊 你去主权才可以领先中共加入JT 结果后来没有成功 是不是 您说的 要这个 制裁以泄国人 是不是 然后 现在一个问题 现在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 蔡英文 一路以来 我们其实他还没有讲之前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也讲 也一直在暗示跟透露 就是说 他对于蔡熙会有莫大的兴趣 有非常大的期待 所以很多事情他为什么不做的原因是因为 他想要蔡熙会 蔡熙会的目的在哪里 蔡熙会完了之后 就不 中国就对台湾没有野心了吗 我们先说为什么判断他要蔡熙会 是因为 在上一次的选举结束之后 2016年 你哪 跟他 就在一个场合里面就讲说 反正只要我们选上了 中共必然要跟我们谈 好 再来是 现在 第二次 要选举了吗 为了下一届 2020的选举 他去出席 寿山国家自然公园 管理处的街牌 成立典礼 他果然是个街牌大王 很爱街牌 他被问到说 这个蔡熙会的问题 他说 蔡熙会啊 这个是 诱惑很大 对 诱惑很大 到底有什么好诱惑的 很诱惑 为什么 显然他早就 而且他准备好了 为什么 他很想啊 有什么好处对他 我们只能猜测 猜测就是说可能 不然你最后历史定位是什么 不然你最后的下台一举功之后 你的任内可以被撑到的东西是什么 跟习近平见面之后 会 会对他 有什么好处吗 在历史上会留上什么 诺贝尔和平奖啊 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认为 诺贝尔和平奖已经犯过一次错误 不可能再犯第二次错误 任何人跟中国去签和平协议 到最后 发诺贝尔奖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说诺贝尔和平奖犯过一次错误是什么 我就想是 那个时候北越跟南越打了一塌糊涂嘛 不知道后来就 就美国 1973年 跟北越的谈判结果就签了一个和平协议 等于保持 你也不来南北等于是 像南北寒一样的 您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这么有印象 哎呀我那个时候其实 我那个时候是刚好是负责 这个东南亚的业务 美国公司负责亚洲的业务 那个时候我们还准备 我是转了一圈 但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去越南 本来是要跟这个美国的同事一起去越南 可是那个时候后来就开始 越战 他就不敢去了 那时候还蒙蒙东东 搞不清楚这个什么回事 1973年 那时候已经是74年了 74年了 75年了 1973年的情形是什么呢 就是 因为这个 越战那时候其实 是在焦灼中 那时候就是一堆美军来台湾嘛 那时候就是一堆美军来台湾嘛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破解这个 这个落门之谜 走到了这个 蔡杰森年代的时候 就发现说 不管是勒马饭店 或者是林口大饭店 赚的都是美军的钱嘛 所以这个叫做皮肉经济 但是当时的越南也是一样 所以很多的美军就是放假的时候 可能五个月 他们每个五个月要留休 就带着五个月的薪水 就踹在口袋里面 来台湾就是花光 对 您对那段时间也有印象 我没有太多的印象 不过这个到战场 第二天活死 不知道 当然钱能够花掉 来台湾就花掉 可是在1973年 就是越战正在高潮的时候呢 因为有人促成了一次的 所谓的和平的谈判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基辛吉 天哪 又是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 基辛吉也是到处出现 基辛吉跟黎德寿 黎德寿是北越当时的外交官 他是等于是头吧 他们在巴黎签了一个和平协议 就那时候诺贝尔和平奖 就颁给他们两个人 对 可是颁给他们两个人之后 果然跟您说的记忆是一致的 就是在两年之后 1975年 河内就有沦陷了 对 就是南北越统一 统一在越南 北越的这个 这个是我们一再讲的 共产党 不管是中国或其他 从来不遵守协议 承诺法律 任何东西都不承认 是 而且居然香港的这种 这种承诺这个香港可以 一国两制 都可以否决掉 是 所以你跟他借贤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意义嘛 签完了他马上就否决掉 那我让高博你还有一个更惊恐的 我告诉你一个事实 在2000年你去 屡次去拜访蔡英文 都没有办法拜访到他 他都拒绝 他不理台商的被迫害的情况 他在忙什么你知道吗 不知道 他在努力做一个叫做 两岸和平协议架构 这个是他老早就已经准备好 在抽屉里面都已经泛黄的 这个工作报告 现在可能准备拿出来用了 我知道有很多的受害台商也好 有很多的成功的大台商也好 或者有什么的都不敢见我 因为我是中共已经好像标示的外部敌人 我觉得也不错 我跟大辣喇嘛可以亲密 是不是蔡英文不见我 是不是也有其他 也有怕中共 源自简单 并力求突破的理念 Apollo Fiber Inside 暖心发热背心 材质轻盈 独家发热技术 为您抵御每个寒冬 我们采用来自矽骨航胎科技 超维电热纤维布 产品具有远红外线功能 穿在身上有维温效果 调节身体机能 活化细胞 促进代谢 市售机能发热衣 大多仅有局部热源 发热面积小 热能容易流失 暖心发热背心 能锁住水分 防止静电产生 干燥季节来临 让您不再是行动发电机 预防登山湿温 雪地保温 急速滑雪 车子困在雪中 泛舟 浅水 素吸 保暖盛品 暖心发热背心 可水洗 可积洗 可浸泡 极限滑雪 沉起 穿上暖心发热背心 放松肌肉与关节 灰肝 打球更顺畅 冬天不再吃肥 战胜低温胖 这么做更有效 为您开展更舒适的生活体验 持续进化的保暖科技 给我温暖 暖心发热背心